回到台湾来看到高雄五福商圈周边的几处黄金地点开始活络 像是百货对面的货柜酒店 六年前被旅行社购入之后一直闲置 不过现在全出要以五亿的价格求手 由货柜堆叠而成的酒店出立在高雄街头相当醒目 但从高处府看却可以发现荒废已久 直灾都已经枯萎 透过窗帘还可以看到房间内部有旅店陈设 原来这栋原本规划要开全台最大的货柜酒店 还没开始营业却传出求售 而且金额高达五亿 货柜酒店位在五福百货商圈核心 总建坪超过千坪 是地上十楼地下一楼 钢古结构 四到十楼规划了三十间房 二零一八年有旅行社已肆意购入 最近却传出开架无意出售 酒店还没营业就出售 在高雄可说是十分罕见 同样是邻近捷运站 这处位于捷运市议会站旁的黄金店面 地上三楼建筑总建坪超过九百六十坪 二十五年前就因为月租高达一百五十万 让原有的主妇商场因为不堪负荷搬离后 如今月租降到一百三十万 而且租期十四年 总租金要两亿两千四百万 却传出被一间连锁烧肉品牌租下 要开烧肉店及相关娱乐产业复合经营 百货引进日本药妆卖场后 出现人常回流活络现象 周边几处黄金地点也传出开始活跃消息 商圈业者都希望能够扭转疫情之后的 店面租售潮 记者综合报道